第二個就是如果那個是腺牛 有些來老貨會比較貴的 腺牛的支架裡面呢 它會有一個補償電容 因為傳統的腺牛的PF很低的 只有0.5 那有些來老貨呢 比如是英國啊歐洲的那些 他們會在腺牛的輸入端 L和N就是火同零 並接了一個電容的 並接了之後的管的PF值呢 就會提高到0.8左右 那就會符合了PF的要求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去把螢光燈管 更換成我們的LED管呢 那就會出現了PF會變成很低了 原本我們GLED燈管的PF呢 是0.9左右的 但是放了下去呢 我們可能變成是0.5 會影響了我們的 省電的那個結果和目的的 那我們要怎樣去做呢 很簡單 通常我們將腺牛的支架 拿走那個起輝器 拿走這個起輝器 之後呢 我們順便 即是把燈管呢 都要拆開 拆開燈管呢 那麽我們就要打開這個蓋呢 那麽我們打開這個蓋 打開這個蓋呢 那麽你會看到呢 你會看到 在L和N的這個針肉上面呢 它會並接了 並在一個電容的 並在一個電容的 那麽我們只需要 用把剪刀 把這個電容的引線剪掉 把它拿走 然後再蓋上這個蓋呢 蓋上這個蓋 然後再把我們那個 LED的燈管 裝上去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很簡單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